申请纾困的民众排排座 认真听着讲解 但听完还是一头雾水 甚至火气都上来了 直接破口大骂 桃园民众也是骂翻天 想要申请补助救急 台当局设置的程序怎么这么复杂 桃园公所的工作人员不断地解说 但是民众还是听得一头雾水 有的问题就连当地工作人员也被问到 这到底要民众怎么办 而状况连连的还有基隆市 当地工作柜台忙翻天 民众看着表格一个头两个大 申请材料不只要求全户户籍腾本 投保明细工作证明 还要存折资料 申请还得花上三到五天 还有现场民众气到破口大骂 台当局纾困画大饼 但看得到却吃不到 就怕民众不清楚 公所人员手拿麦克风说明申请资格 喊到喉咙都哑了 一大早新北三重的民众也是挤破头排着队 人龙多到看不见尽头 公所还发出上百张号码牌 现场申请民众你一问我一问 公所人员完全招架不住 场面一度混乱 民众会觉得很困难 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面对民怨 6号下午台当局纾困记者会赶忙灭火 将原本规定申请民众必须得带身份证和四项文件 简化成只要带身份证和前疫情影响的切解书